都兩個月了 其實其實應該 而且你剛剛其實就可以做這件事情了 不用再約一次了 真的 喔 因為我是怕說 這樣太趕了 不然要現在檢查也可以啊 呃 你尊重一下當事人的意見了 我 他就是說 從頭到尾都你在講 對啊 不是 我是關心你 我在關心你 我在幫你講 釐清這件事情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啦 不然我現在就幫他造超聲波吧 欸 要不要順便先 驗一下DNA啊 我把幾個比較可疑的人 我把比較可疑的人都帶過來 就你這個渣男 你看你還不承認 他說你混蛋耶 結果不是我 好啦好啦 開始造囉 我知道 我知道 改變姿勢 哇 你這個檢測的方法 真是讓我 你的燈是紅的耶 厲害吧 這個我都拿 新科技是嗎 你這個會對太兒造成影響 這X光耶 先生 那是那是 等一下突變的話你就真的要當乾爸爸喔 欸 突變 就你害的啊 這時候亂造X光 你剛剛光摔著我那一筆 你之後就得當他乾爹啦 我告訴你 不是 你剛剛 摔下這個時候 你連一聲吶喊都沒叫 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啊 有 我有 吶喊 我真的有 沒 我沒有聽到啊 我真的 我這個真的不知道怎麼演耶 我自己沒發生過 是我姐發生過啦 我剛才傳訊息給你 我發現你沒有回覆 我就覺得事情有點不太對 你那個時候才覺得事情大挑 我有猜你一定在那個 加奧戰跟別人打情話打操 沒有 我在跟 好啦 沒有 我在跟藍交聊天 那個影像出來了啦 就有個壞消息是 好像是空爆彈 就是 這是未收精卵 就是說 這個會持續長大 但是生出來的 是沒有生命的 那這個是一定要拿掉 不然對 母體的話會造成 不可 收拾的後果啦 醫生你就說直接一點 就這個一定要拿掉 怎麼會有兩個月的問題耶 有啊 有啊 有啊有啊 會啊 就是 就是 精子跟卵子 其中一方發生錯 那個就是 要怎麼講 那是腫瘤吧 不是啦 你醫生還我醫生 我夠了喔 不是啊 不是我只是在詢問 不要 就是 就是懷孕期間會有那個 還是會有發生這種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 不太常發生 但是還是會發生 這個都是由政府跟醫院這邊支出費用 這個是免費的 對 那就是要問說 現在是要動手術還是要用藥物 動手術的話 會有那個後遺症 然後 藥物 對 他其實是 有生命的 那 沒有沒有 這個就 確認是恐怖帶 因為 兩個月了 然後 樣子還是長這樣 就是 確認是 嘿 這是壞消息啦 所以 好消息是 你不用支出任何費用啊 這個就是由醫院這邊 全額支出 然後壞消息就是,這個真的是一定要拿掉 你不要難過啦,這個發生機率真的不多,但還是會發生 我的問題嗎? 要嘛就是南方那邊基因的問題 也有人是連續三次都受驚失敗啊 這個就是要去大醫院檢查看是哪一邊的問題 那再找時間回來做手術,還是你要現在做掉? 因為這個越晚越危險,因為 確定不是就早點結束啦,早點出來 就是盡量在短時間內結束 要不然這個在身體裡面留太久也不好吧 本來是沒事的,結果變惡性的 幹對啊,這樣比較好演啊 醫生趕快處理啦,真的 你們的醫院後面的門卷會繼續打開很神奇的 嗨 怎麼了 呃,沒事沒事 沒有啊,小夫叫我來啊,怎麼了 欸 龍比 你 龍比,我們外面聊一下 呃 不是,小夫,不是他 不是他 不是他 你叫他走 龍比,龍比沒事,龍比,龍比沒事了,離開 你先,你跟我解釋一下,你為什麼叫我來 你是不是懷疑我 不是 不是,我沒有懷疑你 我沒有懷疑你 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釋了吧 你懷疑我什麼,你懷疑我什麼 為什麼,我沒有撞 我沒有,我沒有撞 你是不是懷疑我撞他啊 我沒有 沒有啊 沒有,你沒有撞他,不是這個 不是,不是 我沒有講話啊 我沒有跟他說啊 我沒有說啊 我什麼都沒講欸 你先出來啊,龍比 龍比 那可以 可以的話帶去外面吧 欸,小夫你們好一點啊 你不是 不是坐他的車噴出去 然後他沒有離離嗎 他還開完整趟欸 你剛剛要精神賠償了啊 有啊 要十萬他只給我一萬啊 你這個是複製貼上的吧 沒錢了 流產三次以上 引發慣性流產啊 對啊,這個要 真的要檢查 我第一次跟你借錢 我只跟你借啊 因為我覺得最信任你 天啊,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交了一個豬盆狗友欸 他說的豬盆狗友是誰啊 我也不知道欸 可能亂講吧 你偷聽 我才夠下來 走開啦 不能偷聽 走開走開 這不能偷聽 也是可以啦 龍比 這樣衝下來的 媽的 好啦,你去別的地方綁鞋帶啦 沒事沒事啊 反正這等一下也要處理啊 不是啊,我這邊身上錢不夠 我等一下再弄給你 我再跟你借個40 然後還 借你 跟你借40 還44可唄 沒有,借40的話 就要還50了 因為金額太大了 這個風險評估成本不太一樣 你知道的 他們 到底叫的幹嘛 我等一下領給你 我等一下領給你 我再跟你講 沒事沒事 沒事吧 你是不是把小貓 小貓 哈哈哈哈 不是啊,龍比 不要亂說話 這才是我想問你的 你 你是不是把小貓的安全帶解開了 怎麼亂說話 沒有 他沒有,他怎麼會飛出去 他忘記扣安全帶 誰會 小貓修車場的 他會忘記開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忘記扣 對啊 那他就神奇了 現在這邊沒有警察 我也下班 你跟我講沒關係啦 我覺得是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懸案 羅生門 天啊 神奇了 鬼島第一懸案 突然出現 當事人自己意識清楚 我們一定要把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案件給 突破 現在目前沒有任何線索 你屁手 我真的受不了你 哈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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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先讓小貓修車出去 讓我跟小金剛好好談談 喔,我們出去 好好好,我們出去 在 你老實跟我講啦 到底怎樣 他自己沒戲是不是 不是啊 小貓那個智障 我真的受不了他 好,我選完嗎 好,好 所以你覺得 我今天把它解決掉嗎 還是 喔,可以啊 早點解決就比較安全啊 因為越晚對你造成傷害會越大啦 所以你 你要用藥物還是要用手術 你可以選一個 哪一個比較好 喔,都有缺點啊 手術的話是風險小 啊,流掉的機會也比較高 因為 人找得到地方 然後把它摘下來嘛 嗯 啊,缺點是 缺點是可能會造成子宮有破洞啊 或是出血過多或怎樣的啦 但是成功機率就是很高 那藥物的話就是 呃,沒有風險 但是這個藥物的費用要你自己處理 多少錢啊 嗨,聖誕老人 怎麼還有人進來 嗯 讓他出去 你要出去喔 不好意思 這個可能 要出去一下 這個有關病人的隱私 我已經有了 你不聽到嗎 我沒有想要去 你不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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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了 沒事啊沒事 你先出去 之後再跟你說 呃,剛剛聊到哪裡了 喔,費用嗎 應該啊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沒事了嗎 對啊,這個 你生出來真的只是肉塊啊 但是 對你來說 他就是把你養分都吸走了 這樣只是傷害到你自己啊 不是啊,可是當事人 他不想要讓他進來啊 沒辦法 可以讓我想一下嗎 好啊,我去 你好了再 叫我啊 你去看一下 到底外面到底是誰 他媽一直叫人來的 好好好 你還在偷聽啊 欸,他還笑了 很深啊 我叫你 那時候叫你都不理我 欸,你知道晚上他們跑車死了多少人嗎 還有人在車庫死掉 還有人在那個 跑車地點死掉 我到處跑耶 我到處跑耶 我那時候 剛剛接受那個前夫 他跟我說他在醫院 那小貓到底怎麼了啦 小貓沒事啦 需要動點手術啊 看他要手術還是吃藥 為什麼要在手術 那他生病了啊 那他怎麼了 他生病了啊 他生病了啊 那他生什麼病 呃,等他自己跟你講吧 因為 這是病人的飲食啊 沒有 重點是,我不知道 你為什麼跑車跑到生病 我不知道他們 啊 啊,就小貓 載他載到一半他飛出去啊 啊,他冷耶 小貓冷耶 我不知道 剛剛跟龍鼻出去了 他醫藥費多少 下班晚上好 還沒還沒還沒 還沒還沒 如果他 他的決定會看他 需不需要支付醫藥費啊 還好 當然啊 可是我看你跟小貓一樣 欸 阿為什麼他 我就要電話 他媽的 你把他怎麼了 我沒辦法怎麼了 就開車 就開車有一點意外 他就 他就 兩個人 兩個人 兩個人在車上 然後他飛出去 他沒有吸安全帶啊 對啊 欸,你怎麼護的啊 欸 不是啊 我 我跟你講 這個沒吸安全帶這件事情 真的不能怪我啊 我每次上車 我都跟他講說他吸安全帶啊 可是我是真的沒有注意到 他 他飛出去啊 後來我就跑到醫院來等他的啊 不是啊 我跟你 我又沒有跟你一樣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看得到人齁 我開車我很專心看前面啊 好啦 小貓現在還好嗎 阿小心 他嗎 他現在在 思考要決定做哪一項啊 看要吃藥還是手術啊 好啦 好啦 了解 你說說想的 沒吸安全帶 就是蠻奇怪的啦 對阿 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好啦 那有什麼事情在call我好了小心 好啊 好啊 我要先去忙一下啊 好好好 好的 對啊 他就是指控穿孔就是個問題啊 欸 欸 欸 你要去哪裡啊 欸 你要幹嘛啦 上去看一下啊 對啊那是老天 不用了啊 那跟你都沒關係 多看多有你的事我跟你講 喔 喔 整個病了 好啦好啦 這種事情不是就是 好我就在這邊等 等一下我進去 然後在這邊等他 然後在這邊等他 然後妖物的話你可能沒有辦法 我查一個妖物要死 喔 有必要要演到那麼專業嗎 天啊 你們不要逼我 今天好不容易才做一些功課了 喔 他臨時叫我 喔 你們真的是 不要逼我 有好一點嗎 剛剛在海上衝走了 有有有有 剛剛有三個人衝了 準備衝進來 兩個警察 一個 漁夫 他們 他們為什麼會 在外面 好像很好奇你的事情啊 啊 剛剛 養樂多有來啦 但我就是把它 先帶出去啊 做手術 決定要做手術嗎 呃 現在沒有人 所以可以馬上幫你動刀啊 不會有小孩啦 GTA沒有小孩啦 就看你怎麼想 你要的話就是現在可以幫你用一用 你還是去門口幫我等 幫我守著啦 幫我守著啦 好 你去門口幫我守 不然就是叫警察過來了喔 可是沒有警察在啊 欸 對耶 糟了 好啦 你去門口先幫我守著啦 好啦 因為這個 病人隱私 不太能說啊 誰都不能放進來 是不是 對對對對對 擺麻煩你啊 對好的 不用物理的手段守住的 也可以也可以 可以 我還一直來 怎麼大家都好像很關心你耶 天啊 你人緣還不錯啊 那 就 要動手術了喔 要不要 麻醉啊 當然會啊 你不麻醉的話 你痛死喔 好啦 那我先幫你麻醉喔 那你再吃點麻醉藥 吃了我就開始 開始治療你囉 心裡感覺 有點怪怪的 還樣怪怪的 捨不得嗎 我懂啊 一定會有 這種分離的感覺啊 因為畢竟 畢竟你也是 女性啊 但是自己應該有的 小孩 卻 被這樣拿掉 一定會很難過啊 我沒有啊 沒有啊 這個不一定是你的錯啊 可能是 另外一方 沒有 沒有很健康啊 他的可能 基因裡面就是 會有這種 缺陷吧 阿米 阿米 吃阿米 不是阿米藥 對不起 吃那個麻 麻醉藥了嗎 我還沒 那你準備好就吃 我就開始 準備手術囉 我在想要不要讓 這個小孩的 爸爸知道 其實我 看了 好讓我 唉唷 真的好 那等一下就是 麻醉過程 你完全會沒有感覺 所以 你醒來大概手術 欸你醒來手術就完成了啊 那我要開始囉 好 那現在要正式麻醉囉 我冷好久了 那現在就是 把你的腳撐開 要開始 要開始 動手術囉 那希望你醒來之後 不要覺得很難過啊 不要覺得很難過啊 我的天啊 為什麼覺得 好難過喔 木屏 木屏 不對不對不對 身體動作 不對不對不對 啊哈哈哈哈 我不是故意要打他 兔子的 不是 相信我 上帝如果你在看的話 那這個其實 開刀對女生來說 應該也是很難過啦 但 這你還是要面對啊 希望你現在在做夢 可以夢到一個好夢啊 我知道這時候放 可是那個是他的風格 不要學 我要有自己的風格 好啦差不多了 救不到他欸 那 那 現在手術完成了啦 那你要把 蛤 這原來 啊 你大概要做 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月子啊 一樣這之中就是 不要有激烈的運動 我要來你們醫院 每天 坐一下是嗎 呃 所謂坐月子就是 你要進補啊 或是你要住 住院也可以啊 這邊收人嗎 你是說 收病人嗎 嗯 可以啊你可以 先住在這裡啊 啊我再幫你 一弄 好啊那我每天睡醒 會先給你打一通電話 好啊好啊 走月子中心 嗯 這現在你還在麻醉啊 所以 所以很正常 啊我先說 剛剛麻醉我沒有 吹你肚子喔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真的是 真的是 讓你先 昏迷 不會有痛絕 嗯 我剛剛沒有看見 是 喔 好的好的那 代表我 離成功的醫生 又更進一步了 你 你 幹嘛 我就看獸醫的 動物解決比較簡單啊 就 氧氣罩吸下去 然後 就結束了啊 好 沒關係 我相信 我相信你醫師會更精進 至少我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死 沒事沒事沒事 呃 再不動手術 死了可能真的會是你啊 等一下我看那個電話 那個東西如果一直 不切掉的話會怎麼樣啊 等於 算是一個流了吧 他就是會一直 反正他不會成型 啊他出來的話就是一顆很大的球 你想想看你真的是抱一顆籃球在肚子裡面 你怎麼出得來 是不是 好啦你 他好跟我說我進來接你 那我手機放在你旁邊囉 啊 你知道這樣子多難過嗎 欸不對啊 我應該帶他出去齁 你這麼快就好了 7H 還沒有他在約 我應該用一下手機 你有聽到嗎 呃學弟叫我嗎 欸對 那個聖誕老人趴在樓上 然後另外那個前夫他想要賄賂我跑下來啊 我把他趕走了 然後他好像想要去上班 然後用警察的職位應床啊 好啦辛苦 有了辛苦你了我們可以出去了 好的好的你要不要跳一下 我看你在瞬移 沒辦法 我可以耶 好吧 欸怎麼掉下來了 對對對 你是不是流掉了 對不起 欸很難演喔 到底去哪裡啦 你說誰 我啊 小夫 小夫 對啊 好到了 那就 那就 欸不對這邊是院長住的 你看這張床可不可以睡 欸等一下 等我一下 我現在要畫我的床再睡 對對對對對 那這個有桌子的留給你 好了 好啦那 看你想找誰來探病你都可以了 看是要 看是要 把那個局長 叫來嗎 可以啊可以啊你把他叫來啊 反正就是 剛剛的 手術費用 都是醫院這方 支出的啦 所以 不會跟你要任何費用 因為這個不是 這是非自願性的啦 所以要付多少錢啊 不用啊不用啊不用啊 你坐月子才要錢啊 他剛剛手術都是不用錢 坐月子怎麼算啊 呃這個要另外討論欸 好像目前沒有 沒有在幫忙坐月子 可以問問看啊 不行的話 可能就是 就是乖乖在家休養 然後 進補就好了 我走了 我走了 好那我先出去囉 好了你可以進去了 現在 欸醫生啊 欸 病情是什麼啊 你去問他 因為剛剛是 剛剛在動手術啊 所以 你可以進去問他了 喔可以問是動什麼手術啊 你問他嗎 呃類似切單單的手術 你也想要嗎 為什麼要切單單 這不對啊 你真的有單單嗎 你可以去問他 他單單少一顆啦 欸 你可以進去了 可以看他了 欸 我整個下午 沒有玩GTA 就是一直在複習 你知道嗎 真的跑去上班 跑過來啊 哇 真的是 濫用權威啊 濫用職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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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喔 安安喔 對啊 我跟你講 反正就是 我二姐發生過這件事情 她的第二胎發生過這件事情 所以 當時我想到 拿掉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看不用付醫藥費 然後又可以拿掉 又是合法的 所以我就是想到這個方法 所以才幫他拿掉的 不然 直接 動刀拿掉的話 是一個生命耶 然後空包蛋拿掉的話 是那個 沒有生命的 而且又是非自願的 合法的 不用付醫藥費 看我多 多貼心啊 用最好的方式來想 進醫院再來 跟他無關啊 我沒有說你進醫院 我說你在醫院 我覺得這不太對 這不一樣 他在醫院跟進醫院 不都一樣嗎 你 不是他 他在醫院 他在醫院 他可能有事來醫院 看看 朋友 他進醫院是他 出事了 我覺得你過度緊張了 是不是 你剛剛跟我說 就很難驗啊 欸 知道我今天真的是 腦細胞燒死很多 我真的討厭閱讀東西 然後今天就是查了很多文 因為那時候我只是知道 我姐有空包蛋 留掉這件事情 而且是不用錢 對啊 啊 啊 然後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特地才去 爬文去找資料 找完知道哪知道 喔 頭好大喔 要先知道 對方有沒有懷孕 再來就是要看看 是不是空包蛋 啊空包蛋的時間 是多久能查出來 我真的是覺得很累 我真的是覺得很累 沒有啊就是一個經驗啊 如果之後 之後有類似又有人懷孕的話 我也可以用一樣的方法 沒有是突然在開啊 因為 晚上 晚上 有位置我就會進來啊 沒位置我就會 也是聽他們的台 然後再做剪片 然後畫圖 大家問一下小貓要躺多久啊 躺多久 就身體要好起來啊 起碼也要三天吧 最少也要三天啊 你要來陪 你要陪他嗎 呃 我沒辦法啊 沒關係啊 我能陪 我就盡量陪到他旁邊啊 三天啊 蠻久的耶 很快了耶 最晚也有七天了耶 他不能 弄個什麼營養針啊 弄個補品給他吃就好了嗎 這樣元氣會不會比較快啊 沒有 這個他補 對身體也不好啊 有啊 剛剛進來就幫他掉點滴啊 好啦 我買了一些東西給他 欸 你有毛認識的屠夫啊 我真的想買一些雞欸 對啊 可以做一些雞湯啊 什麼東西 進補 因為之前 院長 摔下來 我就是 幫他補了一些雞湯 不是啊小貓 不是啊 買了一堆食物要給你 結果你的食物怎麼這麼滿啊 我 我剛剛 都丟給他啦 前幾天幫你買啦 小貓 小貓 你裝我主義湯給他啊 他 他好一點好 他一點好起來啊 那我去 廚房一下啊 他進行多久 最快要三天啊 看他身體狀況啦 如果 不舒服 就還是要住院啊 你說要三天 最快要三天啊 好 好 看身體狀況啊 你看 我買了一些吃的給你 你要記得吃飯咧 你要記得吃飯咧 一片三 那你出來 欸不要給他吃油炸辣的東西喔 沒有我給他控泉水啊 喔好好好 咖啡也不行啊 不能喝咖啡啊 給錯的 咖啡可樂都不行喝喔 那你還給我 沒關係我先幫你把餅 compensate 欸也不能喝酒喔 也不能喝酒喔 也不能喝酒喔 我身上沒有酒啦 我身上不會有酒跟 爸媽跟有東西 來來我們去廚房 大家好 原本這邊有NPC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又拿掉了 廚房齁 來吧 我們就來這邊 這邊超像廚房的 來啊 我看看這個餵不餵生 欸 有什麼魚湯好補的啊 我只記得 什麼 鱸魚湯喔 是嗎 因為那時候我姐是喝鱸魚清湯 我爬一下 我能動一下 我沒有想到會要做月子的 鱸魚 湯 鱸魚湯功效 喔 很常喝鱸魚嗎 喔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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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看 我還是有一點點 小常識 因為那時候我姐直接給我喝清清的鱸魚湯 很新 我真的快受不了 我要推餐車 用一下喔 CHA 哎呀 我推餐車來了 你的餐車蠻矮的耶 沒辦法 新的餐車用一下嘛 那我是要坐起來吃嗎 喔 不用啊 不用啊 你要躺著吃也可以啊 那這個是鱸魚湯啊 那個 開刀動手術都會喝這個 謝謝你 那 那個其他的地方 我身體以後會不會有問題啊 你這個手術怎麼樣看有沒有成功啊 什麼看成功 就 就是你有說的那個可能會破洞的問題 這個這個這個 這就是要照X光啊 這個要看X光了 或是就是 要等三天後嗎 等你體內比較恢復吧 因為你現在裡面 就是有動手術 你再去打開它的話 對你子宮也是 傷害啊 好啦 好啦 喔 怎麼那麼難演啊 我可以叫院長幫我升級 到底是什麼手術要動到主攻啊 什麼東西 他還沒跟你說嗎 他可能 人病奄奄的啦 那他沒說 我 我沒有資格說出來 因為這是他的秘密 他的隱私啊 不好意思 可是他 他現在 也是忘記講話 你看他人病奄奄的 就讓他休息啊 他 剛動完手術比較累啊 你就讓他休息嗎 對我只能問你啊 沒有啊 如果他同意的話 我就跟你說啊 他不同意的話 我不能把他的隱私鎖出來啊 小心 嗨 小心 嗨 來一下來一下 好 不知道啊 現在的狀況到底是怎樣啊 什麼狀況 我們去旁邊聊 因為 現在的狀況就是 狀況到底是怎樣 就是 把那個啊 空包蛋拿出來啦 那現在需要進 就是坐月子啦 簡單來講是講這個 那所以跟我 就是他跟我去跑山 他掉下車應該無關吧 呃 關係不大 不能說無關 關係不大 關係 他沒有留掉的話 跟你不大啊 他留掉的話 才是跟你有關啊 對啊 那所以就沒有留掉 所以關係不大 呃 反正也必須要留掉啊 哦 你現在是想要 脫開 跟你有沒有關係 我們要 我們要推開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養的狀況一直在煩我啊 那 我又不能跟他講事情的經過 對啊 他剛剛一直在問我啊 我只是想要問清楚 責任歸屬而已啊 那 你 就 跟他講 你怎麼跟他講的啊 我沒有跟他講啊 我說 如果病人沒有同意的話 我就不會把 病人的隱私講出來啊 因為現在只有你跟我 還有他知道 那你可以跟我 跟他講一下 跟我其實 就是 不是我的責任嗎 不是我的關係啦 可是 醫藥費的部分 我處理啦 沒有不用醫藥費啊 因為他一直煩我啊 他剛才跟我要 他剛才跟我要20萬 我他媽的 我真的很想移棍把他敲暈欸 把你敲暈他 我幫你治療他 這個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我還有這個欸 為什麼你的顏色跟我不一樣 不是啊 這個是 這個是 董牛棍欸 為什麼你有 哪裡有的 我 我告訴你咧 我覺得那個 比較好用欸 醫療比較好用到 擀麵棍之類的啊 那我跟你換了吧 你是要給我換 好啊 OK 但是球棒了嗎 被我的圓警幹走啦 好啦 反正就是這樣子啦 哇好帥 我只是想要跟你講這個 這個我 如果有費用的話 我可以處理啦 只是養樂多剛才跟我要20萬 說他在那邊顧他三天 我就跟他講說 我又沒請你來顧 喔 受不了欸 那你要跟 對啊 那你要跟小貓講這件事欸 因為 畢竟 他來敲詐你 對啊 不是啊 我不要啦 不要啦 不要讓 欸 小貓已經 很堵然養樂多了 我不想讓他們的關係變個額劣啊 喔 當然有人能照顧小貓是很好啊 你也知道我上班有點忙齁 我知道啊 對啊 而且我是浪子喔 你知道的 划船不用講是我 我都用浪的 好 那你要去執勤了嗎 還是是為了聽 事情才換衣服的 差不多啦 沒有啊 聽也沒辦法聽啊 喔 好啦好啦 我剛才問那個李世民 他死不放我上來啊 沒辦法啊 他也不會放我上來 不是不是 重點是你進來其他人會跟著進來啊 所以就是大家都一定要進來 所以我就沒有進來啦 嗯 你好快喔 我又 我又靠 欸謝謝 欸小貓 給我你的電話 你是誰 二二一七零 為什麼你知道小貓在這裡 啊再上一次 二二一七零 好啦 走開啊 好啦 應該也沒什麼事情啦 謝了謝了謝了 不會不會不會 還有事情再跟我講 好啊好啊 有我收到 按一下左鍵 欸按一下右鍵啊 再按一下舉手啊 晚安喔 二九二一一一七 我只有你啊 我跟他沒有什麼啊 你不要誤會啊 沒有沒有我換點滴 還是要取他 兵 我去看一下好了 好 好 我剛成功的換到這一根耶 為什麼你也這麼奇怪啊 對啊 剛剛 警察給我的 我說這個 對醫療比較好用 因為我說球棒太大了 那警官又太奇怪了 我說這個比較好用 這個煮菜做飯 乾麵棍好用啊 那他就跟我換了 好 學妹晚安 我開到幾點喔 欸差不多了耶 幹 開個刀就快一個小時了 怎麼那麼累啊 怎麼超會眼 不會啦 看動物更強喔 有看我上次看動物 那個講解的多多誇張 什麼 公路啊 就是每年在 或是交配的時候 都會把路交換掉啊 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我講出來一大堆人不相信耶 我來補個貨好了 沒有東西了 看保十一 礦泉水十一 好的 看保十一礦泉水十一 看保十一礦泉水十一 阿水十幾點 三點 三點啦 因為差不多時間啦 大家應該也累了 這時間也晚啊 而且我也要 欸不對 我等下影片剪一剪 大概也是五點六點 然後我睡覺不可能早上 啊抱歉 抱歉我可能下午才能開台了 喔 有沒有我很專業 動物的知識我比較熟啦 今天養好傷啦 那出院再說嘛 阿人的知識我就不熟了啦 妥妥的 他需要什麼的話 打個電話給我 好不好 好 對啊 或是打給養樂都也可以 他應該 現在目前應該比較沒事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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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那你有事再打給我吧 好 你身上這次沒帶酒了吧 你身上這次沒帶酒了吧 蛤你說什麼 來一下來一下 那所以他還是不跟你說原因嗎 這樣你不能 比我透露 他剛剛跟我講的 他說把孩子拿掉這什麼意思 喔就是 其實 那天 他是說那天 在你家睡過幾次啊 那就是最近他說 最近一直沒有來 他身體又不舒服 請我來幫他檢查 那剛剛就是檢查出來就是 他確實懷孕 但是 這個孩子是沒有生命的 是一顆空包蛋 這個 這個孩子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們確實受精 他懷孕了 對他懷孕 你們確實受精 但是沒有受精成功 他產生出一個空包蛋 這個對媽媽來 就是小貓來說 是一定要拿掉的 不拿掉的話 對身體 是一個負擔 這個 他想生下來不行 這個一定要拿掉 所以他懷孕了 但是 這個小孩是 沒有懷孕 簡單說就是沒有懷孕成功 他一定要拿掉 不然他對他身體 是一個負擔對不對 對 是這樣子的 那他 會有什麼後遺症 不會不會不會 就只是說 如果 超過三次以上 一直都是空包蛋的話 就可能他的基因 那個什麼 基因裡面 就是有這個病狀 或者是 你這邊也會有類似的症狀 就可能是精脂肪的問題 是 那他最近需要注意什麼 我是要幫他注意什麼 就叫他不要跑跳 激烈運動 就 油的炸的那些 都一樣 冷膨 酒精啊 咖啡因也不行 就是 吃 進補的啦 最近是這樣 就做月子 簡單做月子就好了 那他的 有什麼 裡面有什麼 方法可以讓他身體 快一點嗎 我月子看什麼東西呢 有啊 就是 他被附身了 你去處理一下外星人 然後把我決定 裡面 有外星人 幫我處理掉他 那他這個醫藥費 總共多少 呃 欸 你哪裡有的 醫藥費 呃 開刀的醫藥費不用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非自願的 啊 是 醫院這方 幫忙自出 這不用錢 啊 至於坐月子 我的意思是 住院嗎 是 住院 之後再出發 全部的開銷 全部的開銷 呃 我不懂 你是說從坐月子開始嗎 對 到他出院 從他進醫院到出院 全部的開銷 大概要多少 這個我要再問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 其實不是月子中心啊 但是住院的話還是可以 應該就是一天一千二吧 那他月子餐 你需要什麼幫忙 你缺什麼 呃 雞肉或魚而已啊 但是一直吃魚的話也不好啊 所以你要肉嗎 你要什麼肉 雞肉是不是 剛剛我們學弟有啦 因為他以前是做屠夫的 所以我剛剛才會問 小夫有沒有認識屠夫啊 那夠嗎 那裡面的量夠嗎 欸 夠啊 是不是要我去採一些 你要轉職喔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好啊 不然我也再跟你多買一下 之後可能用得到 不用買不用買 我只要他快點好起來就好 好啊 你現在缺魚跟肉嘛 對不對 對啊 他把我當廚師喔 好 我等 我等他回來 好 然後 我剛才講一下 我去幫你準備 好啊 那你也戒掉酒啊 不要都用酒來 消除壓力啊 這只是逃避 不是 沒有啦 我不喝酒了 不知道 一時難過 因為我曾經這樣過啊 就只想逃避啊 不敢面對啊 嗯 我在唱歌的時候啊 我可能 我可能白目了一下 或是 講了 不該講的話 開了玩笑 他那時候 你知道那個 我們那個 以前的老闆娘啊 他唱的那首歌 我忘記叫什麼啊 他說什麼 唱給車廂坑的啊 我就說 我就無心的講了一句話 我就說不然我去娶他好了 然後他就開始不理我啊 他就很生氣啊 那你活該啊 有些玩笑不能開啊 就是這種話 我跟我 其中一任也是 常常拿分手開玩笑啊 最後就是 他人受不了 就分手啦 但我沒看他在一起啊 不是啊 就一樣啊 有些喜歡你的女生 或是在意你的女生 不喜歡聽這種話 你看如果萬一他 你看如果萬一他 萬一萬一萬五歲